春节的时候为家人烹饪美食 布置家居照顾家人 但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去说一些拜年的话 与小孩的相处也有刺痛感 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亦是水平座新月 月亮与太阳合相在水平座19度15分 新月与火星四分相与金星凯隆30度相位 同时新月正在慢慢地离开土星及天王星的六分相 新月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农历新年又刚好是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刻 水平新月为中国春节这样一个充满了节日喜庆氛围 和家团圆的日子带来了一些冷静和理智 也带来了一丝距离感